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林金生香是150年的餅店 在台中南豚 只要是比較年紀大的人都知道 林金生香在南豚 那就是萬和宮的旁邊 林金生香這個例面是 創始店的巴洛特斯建築的樣子 林金生香然後跟岩香索 岩香索 岩香索就是我們新的品牌 然後我們要繼承林金生香 那很多人都會說林金生香就是賣香 對 叫林生香 然後應該都最早叫金生香 然後就在這個四個字的上面 這是傳說 傳說林是被圈起來的 這家姓林 然後只有金生香 就是做香 做很香的東西 然後可以賺錢 那有一天圈掉了 就變成林金生香 可是在老台中人都叫我們米菇阿頭 就是我們做米菇非常有名 那米菇阿頭跟林金生香 一起存在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身為第五代的人 又要去為了這個時代 去做一些新的調整 這是我們為了紀念米菇阿頭 把林金生香的概念 然後留在這個新的logo上面 我們就會用米菇 然後就是我們應該講說紅片菇 可能有聽過紅片菇 可能沒有聽過紅片菇 這個可以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們是跟台中最早的馬祖廟 350年做了100多年的鄰居 然後將米菇阿頭的在地記憶化成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logo 這個地方就是台中第一條街 這畫面不是很清楚 在昭和17年然後到民國46年 然後他一直在民國46年的時候 他是寫中正路 就是唯一條馬路 然後一直到現在 後航空旁邊 所以叫萬和路 他現在來看他非常窄 就幾乎是雙向道而已 可是他是馬路 不是街不是巷 因為他的位置地位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林金生香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比較多人 回去台中比較首支的是 火車站那邊 就是所謂中區 那中區大概是50年前的台中市區 那南屯是大概是70年前到80年前的台中市區 從這邊開始 從林金生香開始 老店、老街、然後老廟 這是老街的三個元素 那過去達鐵是非常多的 因為大家是農業社會 所以叫梨頭電街 那這是第三代 我們現在看到郡府的第三代 他也在回來承接家裡 達鐵這件事情 不過以前這個梨頭電街 是因為整個南屯街上 有十幾間達鐵店 現在剩下最後一間 為什麼我們要在短短的一個南屯老街上 要有林金生香 還要再做一個椰香水 因為我們被太多人問說老街在哪裡 老街在哪裡 就大家去我們那邊要去看老街 大家都習慣是看那種就是 我們叫白天的夜市 我們在笑他叫白天夜市 你白天吃的東西 跟晚上吃的東西 那樣攤位是一樣的 可是南屯街是住在這邊的人的地方 所以老的餅店 老的打鐵店 那叫B壺店 也是B壺店 也是老的產業 這些老的產業 聚集在這邊 因為這個老店 因為說這個老街的位置 是人們住在這裡的老街 不是大家去那邊觀光 然後去買一些伴手禮的老街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樣子的基礎點下 我們希望可以去為這裡帶來更多的不一樣東西 所以會接下來再從林基森香 用這個香的概念帶到岩香鎖 那一定會有老的廟 在老的廟萬和宮上面 就變成是林基森香開始的一個很大的起點 那150年的餅店到底有多老 很難想像 就是這樣就可以想像 這是我們的商品 這是我們的米菇娃頭 就是做米菇很有名 那紅邊那個是面豬面養 真的是要有一點點人生歷練的人 才看過的那種東西 對 那東西就是奉片做的紅片 紅片做的 那這樣子的技術在現在 包含在台中已經很少很少的會了 就算是會也做不出這樣子等級的 就是把它大大的鼓鼓的就有了 為什麼要從150年的餅店 講到我們所謂創業到岩香鎖的過程 這樣子的東西是 技術是遞減消失了 代表是不被市場需要的 市場越來越不需要它的時候 你會的人或是用了這種技術的人 他就越來越少 那我們要不要讓這東西停止 或讓它消失 其實在我們第五代進來的時候 有很多的東西或是很多技術已經不存在了 甚至那個模具已經不存在了 那我們看到的時候就非常緊張 我們要求每個師傅都要做這樣子的東西 那它就是一個手藝 它就是一個手藝 它就是要一個延續 那一定會有拜拜的東西 然後洗筆 然後伴手禮 這是我們現在的店 那現在看到這個店是在萬和宮的旁邊 我們把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開場那個臨金正香四個字的 那個巴洛克四個字的建築 其實是我們本來的餅店 我們把那個空間真的把它空下來 然後捉摸了兩年 岩箱所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子 怎麼把概念具現出來成為那樣子 那長輩也很願意讓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把賣場移到一個新的空間 然後離廟更近 離我們的客人更近 那個老的房子 那個老的建物 我們就放了兩年 我們就在一直研究到底什麼才是 跟高比有關聯的一個延伸 一個展現 在這邊看到 其實剛剛看到很多包裝什麼東西 我們公公太太他們在這個臨金正香 已經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調整跟改變 然後跟制度的建立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不夠 就對於我們來講 年輕人來講 我們想要的東西 當然營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 高比跟年輕人的未來到底在哪裡 我們一直在找這件事情 那包含我們新的禮盒 然後新的拍攝手法 新的形象 我們在做 這是過去所做的事情 那我們都覺得還不夠 年輕人跟高比一定會有一個交集 他交集到底在哪裡 這是我們很容易去做的 鹽香索 會用一個結合的方式 甜入口溢於心 其實很多人不是不喜歡吃高餅 尤其是年輕人 年輕人喜歡吃高餅 可是他會認為那跟他沒有關係 所以他就不會去連結 不會去購買 不會去延伸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東西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想到的是台式的笑茶 什麼是台式的笑茶 什麼樣的東西叫做台灣的笑茶 其實我們可以很容易講 英式笑茶就是 不會甜的大葉紅茶 然後加上很甜的石卡 那美式呢 還是日式呢 可是台式到底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在這十年來做包裝的時候 也是在找台灣的樣子 什麼樣的台灣樣子 我們把它做在包裝上面 把這個故事 用一個外表去呈現它 那是一個我們真正的樣子 那我們根據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去把它延伸成為台式笑茶 痾 麻藝剛有稍微提到 麻藝其實很有趣喔 只要是中部的人都認識麻藝 那只要離開中部 北部到南部就沒有 我們還有很多中部的人 就是很懷念這味道 他住在北部 他特別自己種麻藝 可是這個天氣就不適合 就種不出來 那麻藝在台灣 只有夏天才吃得到 但是我們只要去日本 你講麻藝 他們全日本都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它非常非常營養 所以他們就會把它變成是 呃一個 我們去Google那個麻藝 它會三千七百道料理 他們已經很習慣這樣子 怎麼吃它 可是台灣永遠就是麻藝它 那我們的 現在看到那個 林金城鄉就是有 類似巴洛克斯的建築的外觀 然後還有五代的嚴格的過程 然後再加上高冰跟150年來的習俗 顏色就景象沒有很清楚 這是粉紅色的 然後裡面包的麻藝 這樣子就狀元高 在中部啊 叫做呃 女方送男方的十二禮 然後它就是狀元高 就是希望 岳父希望 以後這個女婿成為狀元 他女兒就會好日子過 這樣子一個習俗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差點 然後在手作方面 我們可以把師傅他們做高的模式 變成是一個玩樂的型態 然後給來訪的人自己玩 然後讓他們自己做自己吃的高點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set OK 可是很有趣的是 茶跟高點結合其實很正常很普遍 就像我們去呃 有時候去朋友家喝茶 或是長輩喝茶都會配點高點 那我們透過我們另外一個角度 咖啡也是可以這樣搭配 呃 黑咖啡甚至是單品咖啡 我們把產品給 其實台中自家烘焙的廠商非常多 烘豆的老師跟烘茶老師 我們把選擇權交給專業的人 讓他們來決定 什麼樣的茶 搭配什麼樣的產品 什麼樣的糕餅 什麼樣的咖啡搭配什麼樣的糕餅 然後組合成一個set 然後讓客進來的時候 你根據你的 呃 也許根據你喜歡喝的飲料 然後搭配在這個set裡面 就是被設定好的 就是要點這樣的東西 呃 麻藝跟甜點 那我們就會想啊 那糕餅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更多的發展的可能 呃 麻藝 它把它 我們用那個技術把它變成 製成粉跟汁 然後就可以做成西點 所以我們有中式的 我們本來就做中式的糕餅 那西式的呢 就像抹茶一樣 透過麻藝的連結 它就變成是一種西式的展現 所以這樣子的組合 在哪裡看得到 在東京看得到 荷果子跟蛋糕跟咖啡跟茶 全部都放在通通空間裡面 不會很奇怪 然後它可以做成生乳酪 它的味道又很清楚 古代的老屋 這是我們的空間齁 其實它是兩間兩個房子 然後你看到 我們離我們這邊比較近的 那邊它其實是150年 另外一邊它是70年 所以它是兩個空間大通 所以看中間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痕跡的樣式 是五代的人 對於這個老的建物 怎麼樣對待它 怎麼樣去調整它 留下的痕跡 然後我們就非常的 用心的在這個地方 會做一些小小的卡片 然後告訴人家說 這個地方在當初長什麼樣子 為什麼這裡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些點 這些故事就是成為 參加來演唱所的人 會有很大的想法 這是不同的角度 從最大邊看到的話 就是 這是以前的房子 是很小的 然後是很長 所以就是很暗 然後為了把光帶進來 然後就會做一些手法 然後像這個的話 這以前是二樓的貨體 以前是在二樓做餅 把餅做好之後 從樓上送下去 然後把這個貨體拆掉之後 把它變成是一個導光的空間 然後我們在這個吧檯 把東西做好 然後送出去給來賓吃 所以 林生香跟鹽香所 我們用的連接點是高餅 可是我們透過高餅之後 OK 所以會問說 鹽香所怎麼來的 就是 我原本的那個空間 它是做餅的 所以我們會有餅箱 那我們會加入麻藝箱 咖啡箱 茶箱 所以我們是一個 研究香味的地方 所以成為叫鹽香所 那用高餅做連接 然後用麻藝把它錫化的東西 把它帶進來 然後就不突兀 然後可以把麻藝東西 帶給更多的人 OK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使命 我們在做林生香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想 一百五十一百多年來 長輩他們都在做什麼 那我們要做什麼 那未來要做什麼 那這東西連結出來之後 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找這個東西 想了很久 其實這些習俗的東西 就是用土地的故事 我們留的那些習俗 留了那麼多產品 留了我們連十二里 都有在準備 那這樣子的東西 怎麼去連結它 怎麼去做到 那其他就是 習俗就是所謂土地的故事 我不管買餅 我不管做喜餅 我不管要做什麼 我們其實都是為了去傳遞 我們去連結人們的情感 可是我們用了什麼 其實把上面那句擋住 任何的伴手也都可以 再做連結人們情感 這件事情 可是只有林青森香 是有這樣子的歷史 有這樣子的源源 有這樣子的習俗跟典故 所以我們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岩香索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是根據這個 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去做所有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使命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再來是夥伴 很老的餅店 然後我們都會有長輩的壓力 可是我們會有新的夥伴 我們要讓大家新的夥伴 第一件事情是要認同我們的使命 左邊這邊是我們中秋節的畫面 一群門 這就是我們門市 然後你看 就是他們其實都說 我們來看外面小朋友 他們年紀也沒有 就是比我們大概八年級生 然後這些小朋友 他們可以因為喜歡這個使命 喜歡這個地方 在餅店工作 然後他也會去沿鄉所工作 他們會去 除了賣餅之外 還有去學習 怎麼樣做咖啡 怎麼樣做茶 怎麼樣介紹這些東西 甚至怎麼樣做蛋糕 怎麼把麻糬變成是一個記憶 所以銷售這件事情 他們習慣銷售 可是他們認同這個使命 他們就會跟著去調整自己的做法 然後就成為 顏鄉所跟顏鄉相共同的夥伴 然後還有家人 這麼多時間以來 就是家人給我們的支持 這是第三代打阿嬤 然後現在是電影的火招牌 然後旁邊是我太太 然後我小朋友這樣子 其實這個家庭 這個銷售下面的家族 其實蠻多人 還有不只人 就是還有媽媽什麼 大家都一起在做不同的工作 一起在做這些事情 夥伴給我們工作上的助力 然後給我們工作上的想法 但是家人在我們自己情緒很差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讓夥伴他們 也不是不需要 就是我們可以要調整自己的時候 是靠家人來支撐我們 工作的夥伴 然後私底下的家人 這是相對同樣重要的 可是夥伴跟家人 我認為他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想法跟感觸 如果把家人跟夥伴分得很清楚 工作跟私生活也會比較順利 謝謝大家 其實會想要進入的話 表示你很喜歡 或是你很熱衷的這個食品 或是某一個你很喜歡的商品 那它會變成是你的入口 可是它會變成是 你是不是能延續或是能商品化 這一個很大的點 那要記得這個感覺 然後把它衍生出來 才有可能是成為長久這件事情 因為耐心是一定要有的 那你的初衷或是你的起點 你不能把它忘記 你要帶這個感覺走下去